哈囉 各位小歪 我是阿歪 最近大家都很瘋 AI 繪圖嘛 今天我跟萍萍要來玩一個遊戲 叫做 AI Art Imposter 它就是 AI 繪圖版的誰是臥底 我們先來配對玩家 欸 我剛一直有跟剛才那種 中國人消 好像滿多日本人的 要先來決定一下好人詞的類型 籌票類型 債務是什麼鬼啊 還有一個特別的 欸 剛好我選的被系統選到了 風田是什麼 汽車嗎 對 風田是汽車 那這句我是好人 我們的題目是風田 先來輸入我們想要讓 AI 化的詞語 那我們就先來一個汽車 風田 汽車 再來就可以選風格有非常多的樣式 Toyota 風田就是Toyota 那我決定就選彩繪玻璃的樣式好了 彩繪玻璃 有時候呢 你可以多打一些關鍵字 還有什麼 沒有 你不一定要打很像啊 只是需要讓好人知道你是就好 管他的 第一輪就先這樣啦 什麼 橢圓形啊 Toyota的logo就是橢圓形 太難聯想了 因為我連他的logo都不知道 好了 要來公布第一位玩家的畫作了 這個人怪怪的喔 這是那個誰啊 Michael Jackson 臥底這麼快就出來了嗎 你怪怪的喔 中國人 畫一個問號 這個中國人真的怪怪的唷 看一下下一位玩家的畫作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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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肯定不一樣 這個肯定一樣 太簡單了 好啦 這個第二位玩家 確定是好人了啦 知道你打汽車太遠了 看他打超跑 找到莫迪了 找到莫迪了 找到你囉 中國人 哈哈哈哈 哇 這第三位玩家也是汽車 那他也是好人耶 等一下你自己也是車子 就只有大 哈哈哈哈 你等一下就那個 滑石就直接在他頭上開始轉圈圈 好啦 換我啦 那我來挑一個畫作展示 這個這個 就只有這個彩繪玻璃裡面有汽車 可以在他頭上轉圈圈圈 好笑喔 中國人 現在可以確認我是鐵好了吧 臥底他們是沒有詞彙的 所以一般都是隨便輸入一個詞 那所有玩家還有再一round 畫圖的機會 好啦 那我們再繼續輸入嗎 那換一個 五圓形啊 皮球啊 因為第一輪很明顯臥底就是這個一號了嘛 第二輪我們就可以輸入一個 不是那麼像的詞 再來選擇風格 巴洛克 巴洛克好 好 很想張 他還想張 他是自暴自棄 這個人根本就是瞎打吧 好啦 再來換二號了 後面應該就隨便亂弄了吧 還是豐田有其他什麼傢俱嗎 可能有啊 會不會有電腦 這個二號有可能是不想讓臥底猜到詞啦 換我了嗎 這是我 挑一個最不像的 好啦 再來換我囉 那我也來故意誘導臥底好了 選一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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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人是超怪 我知道有妥顏 妥顏型 好囉 再來換四號 哈哈哈哈 他是指中如一 他跟我差不多 他還是有以抽尾雛形來去畫 好啦 最後就來選臥底啦 只有好人有票 臥底好像是沒有票的 抓到你囉 中國人 哈哈哈哈 大家都知道 好可憐喔 最後來公布答案吧 看他有沒有猜對 但是臥底終於被找出來了 他最後還是有一次搬回一城的機會 只要他猜對好人的詞是什麼 那臥底就獲勝了 他在選的時候 我其實我們也可以在那個選項爬來跑去 哦 幹嘛 什麼意思 他是要猜對了嗎 趕快來誘導他一下 這個奔馳就是Benz的意思 他也看得到我的箭頭 臥底猜了Benz 口口唇口 好可憐喔 漂亮啦 所以他一看就這樣 車子 車子 Benz 哈哈哈 耶 awesome OK 再來玩一次 那我們這次來選職業好了 感覺比較豐富 職業 被我們選到了 黑手檔 哇 這個主題好酷喔 OK 那想到黑手檔 我們會想到什麼呢 那我們要輸入一些關鍵字 Godfather 教服 可是我覺得他們不懂耶 嗯 西裝 好 西裝 打托牌 打托牌 好 比較有外國的感覺 你先來生成圖像 好 好 那先從第一位畫家公布 蛤 這什麼稱泡芙還是 這個是什麼啊 第一個就我的了嗎 他是不是想要猜廚師或烘焙師 對 好像是喔 這個怪怪的喔 換第二位 欸 欸 西裝 欸 有有有有 這個OK 厲害厲害 那我們應該要把它 誘導像 什麼 律師之類的 喔 專業人士 銷售員 好了 再來看下面一位 他如果也是西裝的話 那物體就剛移好了 蛤 這是什麼鬼東西啊 三號什麼也怪怪的 石 石牆 呃... 這跟... 欸!手好像沒有太大的關聯欸 好啦!輪到我選擇了! 哇!深層的圖片都好美喔! 這個...這個好像不錯 這跟這個都不錯 白系中好 比較容易有老的 喔!好帥喔! 不是會很好看欸 這是塔羅白 喔!塔羅白 接下來我們就來混淆臥底下啦 他不會覺得是魔術師 哈哈哈 那...你就打魔術師啦 魔術師律師 就是... 就這樣嗎? 換個功課吧 幻影未來 好! 這兩個最奇怪欸 1跟3到底誰是臥底啊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第一個 第二個應該是什麼義大利小鎮之類的 呵呵呵呵 你怎麼會有點想 那黑手擋把別人剁...剁成肉塊嗎 太暴力了吧 哈哈哈哈 還是什麼?泡芙是義大利... 啊!這個真的不行欸 怎麼好像都跟吃的有關欸 很餓喔 這個不行吧 它是一個蛋捲啊 還是這是雪茄 喔呵 欸是我 嗯...拿一個比較好...欸 左邊這個 好 這確實是蠻酷的 好帥喔 剛剛那個太明顯了 欸可是它為什麼...欸 可是這個是1號弄的欸 這是什麼意思 歌手 原來都不太會畫手 喔 欸這3號好像也蠻類似的喔 它故意能夠把他誘導 好啦剩最後一位玩家 這到底是傻啊 畫這個在幹嘛 農夫欸喔 它是不是猜農夫 哇這好難喔 好啦 我的第一到底是誰呢 要選哪一個 我覺得是第一個 你覺得這個嗎 好 這個真的是好奇怪 而且它想好久 你覺得想很久的就該死了 哈哈哈哈 我覺得想太久了欸 教授部 你一定選你的 剪他石頭 不 我贏了 所以我要選 下面你的 好 看一下大家都投誰 欸 大家都投他欸 可是表示他不能投票啊 喔 厲害吧 厲害厲害 欸嘿 我們都答對了耶 好啦 最後就換他來猜一下 我們的題目啦 不知道他會不會猜到 這個應該不會很明顯吧 哇 這個臥底很仔細的研究 大家的話作業 我一直這樣 會不會很像間諜 很像喔 我覺得很像間諜 真的假的為什麼 他看了這個 然後就說黑手檔欸 好厲害喔 他一點了那個泡芙 對你看他 這個 幹嘛為什麼 不是 這個臥底怎麼猜的啊 泡芙是義大利 法名嗎 不太懂欸 哇 真可惜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並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